镜头中的这个华人青年在录像拍摄前才被暴徒殴打了一番 死后和保护自己的家人一起被推走 其他暴徒则试图遮挡录像拍摄 华人青年和家人命运未知 而在这之前 他的摩托车和家里的店铺才被暴徒打砸 如此暴力的一幕正是出自于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 并由记者拍摄的录像记录了下来 镜头中印尼暴徒正在打砸华人商铺 根据印尼官方事后成立的联合实情调查团的数据 事件中一共有印尼华人1250人死亡 24人受伤85名妇女惨遭蹂躏 但不久后根据印尼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 因事件导致实际死亡的华人将近1万人 超5000名华人妇女遭受灵异 其中最小受害者仅9岁 无法想象到此时离21世纪仅差一年多 而这则是排华事件期间 位于印尼第三大城市棉栏的真实录像 镜头中印尼暴徒正在试图吹倒华人家门 以便于攻击华人 暴徒中步伐是印尼青少年 看着这些年少的印尼暴徒打砸行径 华人妇女直接气地对着他们隔门谩骂 然而华人的举动没有起到制止作用 反而引来了耻笑和更激烈的攻击 暴徒们拿着没有桶高喊着要烧死他 幸运的是不久后 一卡车的警察和军人到来了 暴徒只能暂且散开 在警察的看护下 华人才敢打开门搬走暴徒一留下的助燃物 尽管这一幕甚是狼狈 但他们又是幸运的 因为有更多的华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军警的帮助 以致被暴徒使用各种残忍方式杀害 甚至部分印尼警察在看到对华人的暴行时会选择性地忽略 而部分军人则直接参与到对华人的输暴 这场暴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军警也会参与其中 我们简单来介绍下 数百年前 印尼的荷兰国殖民者采取奋而致之的方式 区别对待印尼华人和印尼原住民 政策上优待占少数的华人 而打压占多数的原住民 制造华人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 仇恨自此产生 自此印尼各地经常发生着大小不同的排华事件 高峰期要数1965年的印尼930事件 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苏哈托 以政治原因发动清洗行动 导致了50万人的丧生 其中大部分为华人 为此我国也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活动 使用邮轮和飞机等手段陆续接回了20万华人回国 并在华南沿海各地为归国侨民开设了大量的华侨农场 1998年 印尼国内深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失业人口增至48% 物价暴涨 货币贬值 虽让印尼人将气撒到了华人身上 华族一直以聪明勤劳著称 无论在哪些国家都是经商富有的一部分 而在印尼仅占总人数3%的华人 就掌握了印尼70%的财富 印尼人无不恨地咬牙切齿 此外 遭受经济危机的印尼人对其总统苏哈托亦很是不满 苏哈托为了转移印尼民众注意力 所以引导民众将气发到华人身上 这对印尼人来说已是老传统 故在1998年的这次排华事件中 便出现了部分接到秘密任务的军人换上便装 被集中用卡车拉到印尼雅加达的街道上 在同一时间里对街道上的华人妇女进行蹂躏 军装能换成便服 但统一的军人发型却能诉说着这个阴谋 至此 在有人带领作恶的情况下 暴徒们就更有借口跟着有样学样 印尼华人无不成为了牺牲品 这是30年代从福建来到印尼的华人家庭 此时 他经营多年的餐厅已被暴徒烧毁 一家人躲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才得以幸存 如今事件已过25年 但对整个华人圈的影响仍然存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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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